好的,那以目前临时小学校的伙伴们大家好 那虽然这一段影片有稍微晚了一点 哦,小姐大家好像都有感受到了 但是没关系,我们现在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课程 那在这一堂课程里面会教大家说 基础的一个入门去了解 像我们公家的单位建构了这个BigGIS BigGIS的这一个系统 那能够让大家用比较简单的一个界面去操作 说像卫星图或者是我们加值过的一个模型图 那比如说像这个是host的地图 那像这个是csd图 能够去处理看出涌水跟可能的水道 那或者是有一些GIS里面它的一些向量的图针图砖等等 还有卫星影像图或者是humpir影像图 那也让我们能够去做一些简单的一些计算 跟操作 那我们在今年呢加入了帐号的登录 让大家可以保存自己的最爱 画一些分析图等等 那这一些图的应该说位置范围的资料也能够藉由输出 那不仅是输出像kmz档案或是做一个档案的转换 那以及说我们会用这一些资料去看说 在一段时间里它的发生是有发生哪些灾害 那以及说这段时间它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历史变迁 或是有一些开发的样貌等等 那我们都可以把它再做成GIF 那直接我们来看说 目前这一份因为它是一个带大家入门的架构 所以就没有做得很难 不过因为它功能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先简单的会先选个三项的作业 让大家能够习惯 习惯这两个系统 那有两个扩充的小 算有两个扩充的小作业 以及一个建议的操作范例 那待会之后也会先带大家看看说 你实际可以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那以及有一些书面的基础教学 会放在待会先跟大家做介绍 那最后的则是在扩充的部分 会简单的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好所以待会的流程 就会是介绍一下作业要教什么 那先让大家看一下 作业完成之后它大概是什么样子 那接着呢 我会先做书面的一个介绍 也就是大家看到影片的部分 那这边介绍完之后 这里会操作实际的 实际做作业的情况 给大家分享 那分享完最后再来看说 我们扩充的教学大概可以用到哪些 好那首先是课程作业的部分 那作业的部分我们目前是分成 我先把它分成三种类型 一个是我们基础的一个操作 那基础操作完之后里面的一些素材 包括说我们搜寻到的图资 或是我们做加工的一些资料 在一些进阶的部分 这两块可能会稍微带过 那主要比较多操作的部分 会是带大家去输出GIF动画 去稍微去看一下它的界面 跟它出来的效果 那扩充的部分主要是 我们示范一下 我们用这个系统把它的画了一个范围 或是我们关注的一个范围区块 我只画了一个小的示意图 然后我们藉由这个示意图截取的功能 我们可以让它导入外面的Google Earth 接着我们利用它去做一个资料的转换 那让它资料转换完之后 可以进入到外部的一个服务 那基础的作业呢 就会是这边是作业一 那会出是作业二 那以及让大家去 接触一下我们历史影像平台的资料跟界面 这是基础的作业商 所以它不会很难 大家不要紧张 不要看到这个好像就觉得有点危险 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有相关的一些基础 或者是自己有兴趣自学 其实它相对的 你可能会觉得很简单 不过没关系 补充的部分我们后续会有很多功能可以操作 QGIS这边就全部讲 记得 则尾好像另外有安排 好 那实际上做出来的东西 我们先大家来看过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做出来的作业医师长这个样子的截图 那首先它会有几个关键的东西是 首先我们会有登录 就是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直接进来这个网址之后 这边应该会有一个logo就是登录的小人 这个蓝绿小人 它有点历史的 不知道的人就很年轻 对啊知道的人就应该有点年纪的就像我一样 不过这个是题外话 就是这边点进去之后会有一个登录的功能 那登录完成之后 你可以在右上角这边可以看到你的使用者 那我们目前是可以让大家使用google或者是fb账号进行登录 那登录之后会有一个一些基础的功能 像我们是一个图台 那这一个图台它的底图也就是背景的这个图 就它单纯是一张图 我们可能没有做特别太多的操作 它这边如何去做切换 那以及说我们在图资搜寻这一边如何去寻找 那寻找完之后 它是有分成点 然后线跟 这个会包含线跟范围 那这两个是比较偏向量图层 那搜寻的过程我们也会找到一些 像是这一个UAB拍摄的图片 它就比较属于影像图层 那这三种图层的属性 会带大家稍微去认识一下 那以及说我们利用登录之后呢 将它点选 它会有这个爱心 就是加入最爱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请大家就是加入你有兴趣的位置 或是可能你家附近啊 或是你可能某个就读的国中高中或是大学 甚至说同学你未来想要念的学校 你想要去了解一下 它附近可能有什么样的地形地貌等等 也可以作为你去选择的点 就是这边只是示范的一个点 就是桃园龙潭这边 那加入我的最爱之后 点完这个爱心 你点一下更新 它就会出现在最下面的图层 那之后各位伙伴如果重新登录之后 你就不用再重新去搜寻这些图层 直接就可以操作 那接着则是我们会有一些基础的图层 不管是我们水宝局的一些范围图 或者是外单位的图层 那都可以把它显示成在香料图层这边 下去做操作 那大家可以看到两边的底图是不同的 那这一个功能呢 是我们要用来说 我们在这里它其实有左右两个视窗 那待会操作的时候会比较明显 那会让你说 你拖动这个喇叭的时候呢 它会让你去直接对照左图跟右图 不一样的底图 那像这个是Google地图 那像这个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混合地图 就是它将道路跟卫星图两个合在一起 好那这两个东西就可以到时候 借由拖拉的方式 你可以很快速的去对照比对 那这个是作业一的部分 让大家去熟悉说登录 跟它的基准的操作界面 那在作业二的之后 就是要让大家去熟悉 其实隐藏在这一边 它有一个小小的小功能 不管说我印象中是 你好像没有登录 也可以用这个功能 当我们操作了很多图片 找到我们要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想要保留起来 或者说我们想把它放进去 像Google Earth 或者是QGIS里面 让它是可以被操作的 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请 工程师开发了 直接开发一个功能 跟放在最上层的按钮 你只要点下去之后 选一个范围 它就会截图 然后下载成一个KMZ的档案 那这个KMZ要注意一下 因为Google的格式呢 它惯用的有两种 一种是KMZ 一种是KML 那两个会有一些不同的差异 然后我们这边先不讲它为什么有差异 那个后续我们再补充 待会会教大家说如何用Google Earth的操作 去把它转换成KML 那就可以丢到Windy啦 那作业2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先让大家会会这个按钮 那在作业1的操作 其实大家都可以去找不同的位置 那搜寻完之后 那还有一个补充就是 在我们搜寻的时候 其实大家可以搜寻到这一些灾害的点位 也就是我们作业3会希望大家 为什么去接触到历史影像平台 我们历史影像平台的灾害点位 它上面带有坐标 那我们两个系统把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搜寻的空间过程 它就会也把灾害的点位搜寻出来 那但是呢 这边打个小广告 就是因为我们有些照片 它其实缺乏了坐标的系统 也因此呢我们一直持续的去推广 也期待说公民科学 大家可以帮忙来定位 去找说灾害照片 有哪些是其实在地的同学啊 或者是社群伙伴 他其实很熟 他认得出来 但是我们没那么多能力 然后也不一定那么熟 对所以那个是会有一个延伸说 为什么灾害定位这么重要 那我们留下来的资料 它可以做什么样的应用 以及说系统的结合 好 那这是我们优秀的前同事 跟我们优秀的其他主管 好 那作业三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在我们另外一个平台上面呢 它收入了其实很多 不管是地景可能整理过后 整理前或者是灾害 或者是重要的位置 它会我们记录起来 那它会有一些时间走 地理的位置图像 然后跟这是最重要的坐标 那如果有坐标 我们就可以做这些操作 所以在作业三 其实相对简单的是 让大家来到历史影像平台 那去学会说做登录 那并且在学会去操作说 时空地图的这个功能 可以点进去 那找到可能其中一个点位 或者是灾害点位 或者是重要的地景点位 然后呢 进入这个界面截图 截起来 那当然还有很多细节 像是说里面的功能 其实可以让大家去上传图片 可是呢 不一定有灾害 或者说我们上传的图片 不是全部一般图片都可以上传 其他的平台有相关的功能 但是这个超出我们教学的范围太多了 这个跟大家讲到数位点长 可能就是开一个学期三学分的课 然后可能会讲不完 那像如果登录之后啊 在维护资料里面 各位伙伴可以看到 里面会有一些授权 那你上传你照片之后 如果说像我们用手机拍照 它其实带有坐标 那么我们直接上传之后 系统就可以直接处理掉 那就很快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会需要协助定位 就是提供了照片 我们非常的开心 那没有位置怎么办 我们就是需要大家来协助 那包括说我们其实后天8月2号 我们黑客大松就会举办一个定位松 那其实我们这几年来 从2015年筹办历史影像平台 处理这个我们的目标到现在 我们其实一直也有都在合作 不管是扩大照片的数量 还是说定位的精准度 以及它扩充的应用 那这三块也是一直我们在操作的方向 但是这些都是扩充的 作业上其实是让大家知道 它的应用跟它的位置 然后大家登录进来 然后去习惯一下这个界面 至少找到一个事件的点位跟照片 拍一下这个画面 那就OK了 然后以上就是三个作业 很简单 非常的简单 但是那有些同学 可能觉得需要有一些挑战性的 像里面我们就特别先介绍说 我们收集这么多的资料 为的是什么呢 就是全台湾资料都收集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怎么再多收集一点 就是时间的资料 五年前的今天 六年前的今天 十年前的今天 那其实这些时间累积下来的图片 非常的多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它前后的变迁 但是图片它没有办法带给你变化的感受 那可以怎么做 就像画面上大家所看到的 把它做成GIF动态的图片 那那个功能做完之后 它可以让我们有版权页宣告 那这边字体比较小 所以这个可以再调一下 这个只有五而已 感觉有点太小了 那待会都可以再调 这个操作完之后 你可以输出一般的 用图片下去叠 让你可以用动态的方式 看到它的变化 以及说增加坐标的Grid格线 以及标示正北 这个通常我们可能在税图保持 或者是地理系GIS系的同学 可能会有比较多的一个需求 那以及说它也可以同时下载一个KMZ的档案下来 让我们做应用 那另外一个扩充作业则是 我们在BigGIS上绘图操作完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输出成不同的档案 并且做转换 那并在国外的一个发展 非常成熟的气象web系统 它也是基于web做处理的 我们就可以在上面 将我们的档案传上来 然后变成我们的重点关注区 但是我们就在上面 可以利用windy 它的一个动画功能 下去做应用啊 查看 通常就是呢 台风的时候 然后我们都会一直去看这个东西 而且它上面的动画很鲜很有趣 或是另外一个应用者是 像我们会去出任务非无人机 那我们通常也会用这个 稍微去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气象资讯跟动态 好 那接下来就直接是介绍我们 BigGIS这个平台 那这边我或许尝试 稍微带快一点点 那我们在这个系统投入了 其实也蛮多的心力 包括说我们台湾的本土厂商 以及工程师这边非常努力 还有我们程大的老师这边 也是一直在帮忙我们 去做一些研究跟研发 我们累积的图片量跟资料量 是非常多的 那有一些是包括5米1米这些都是管制的图值 那各位在平台上应该是可以看得到20米跟6米的 那基本上应该是够用 如果觉得不够用的话 那表示可以来之后可以来投看看我们的工作领域 表示可能非常的有天分 好 那我们在视窗跟我们的界面这里 其实就如同刚刚作业介绍其实提到的 我们右上角这边有切换底图的功能 那这边会有一个好像有点难找 但是它躲起来的图层控制选项它可以拉出来 那以及我们在我们预设会让你有两个工作的视窗 就像双萤幕一样 只是显示在头一个萤幕 那利用按钮去做切换 那透明度的调整 它原先设计是让我们在叠了很多张图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让它的图可以用半透明的感觉叠起来 去观看它的效果 不过有时候会因为选不太到 我们要变色的图 所以它的功能有一部分已经纳到图层控制的选项里 待会会一并操作给大家看 那我们的主要功能会在左边上面这里 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让大家去练习说 搜寻图字的这一个功能 算是我们的强项跟我们所拥有 花大家的纳税钱去购置跟处理而来的资料 希望能够让大家去进一步使用 那在分析是比较进阶的 以及说有一些既有的事件 其实我们分析完的结果 有请工程师放在这边 那基础图层则是一些像固定的 比如说我们经过一些计划研究调查之后 有划出一些范围 那我们大概都会把它放在这边 那这里有一些主题 就是我们近年在关注的一些业务的区域 那上面会有一些预设好的图层跟效果 那这个同学们有兴趣也可以先去点来看看 那这些呢就是基本的一个功能 那不一定那么快会使用到 但是都可以尝试一下 那滑鼠在上面移动到哪边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左下角这里会有 它会即时的显示坐标 以及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高层 就是你点进去 我们其实有合作说 将台湾全岛的海拔高层 那单位是公尺 有把它融入到地图里面 所以到说你滑鼠一过去的时候呢 它就会去呈现那个数据 那这是也是我们特别请工程师做的 当然你可以用软体做到一样的效果 不过就比较操作比较繁琐 比较规模一点 那就如同刚刚所提的 我们的底图其实是非常多的 那这一些底图是欢迎大家使用 然后直接去截图 因为截图使用的话 其实有标注说BeatGIS的来源 其实就可以了 那除非说你要进一步做分析 你才会需要拿到更原始的图纸档案 它上面会有更多的资讯 那我们的卫星影像 就是非常的多 也是我们主打的部分 当然有些影像会 大家其实平常没有用我们的业务 所以有些影像你们会用不到 那一般像这一些比较 像是开放卫星 或者是之前有处理好的 这些都可以去做使用 那 在接下来的是在图层里面呢 会有一些航空照片 可以让大家直接去观看 但是这一块 可能待会见面的时候再操作一下 因为有设定说有购置跟业务的会是局内使用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些则是可能你们就看不到 那尽量我们让一般人可以看得到的量 我们也尽量让它拉高 除非说是真的很精密跟特殊分析 特殊研究使用的 那以及说版权的限制 那那个我们就没有办法 那除了这些以外 基本上能开的我们都已经全部开出去了 那API跟后续的图专 那个太进阶了 欢迎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来 继续来问我 这个都没关系 这是搜寻的界面跟操作 待会一并操作给大家看 那搜寻完之后 我框了一个范围点选了 它就会有很多的资料 你也可以用类别下去做筛选 那筛选完 我们将它叠进来之后 那如果是搜寻到的卫星影像图 它其实会在影像图层 也就是REST点证图这里 那如果说呢 我们在基础图层里面 我们已经做成向量图了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有点像这种线条 或者是面积polygon这种做法 通常它就会放在向量图层里 点图层就是一个一个的点位 那向量图层这边 其实它会比较多 有一些设定 范围跟填充设等等 这个都可以再做调整 方便我们去叠图跟处理地图的时候 那我们空拍的成果其实也整个都整合到了这个平台上面都可以去套叠 那这个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个GIF的功能 这个就比较刺激了一点点 那这边其实就可以从产制功能里面从这个界面 那假设我们搜寻到这么多 然后依需安排 我们框选 那慢慢的把它加到我们的关注列表做出来 然后做出来之后完成去产制它的档案 它就可以变成像 那以这个冲击山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它每年 不同年度 那逐渐的一个演变 或者说在灾害过后它如何的复建等等 那建设如何的处理 以及说在一些像 开垦或者是发展的年代参考等等 那这个就是 红业春末兰蒂台风 它十一起的一个空拍成果 那在GIF这边 先让大家可以去 看过一轮 我先让它跑完一轮 那待会我们也会再做一次 这边也可以先让大家 感受一下 那标题的处理 自定化文字 框选好范围之后 我们就开始可以加每一张图片 让它显示之后 加到我们的关注区列表 这里呢 我们可以结合不同的底图 跟不同的卫星图 让它去产生不同的效果 那其实这个功能呢 就是去结说 我们现在所见即所得 画面上范围里面的每一张图 都把它结进来之后 它就会产生一个列表 那这个列表也可以去决定说 影格速度的奎码 影格的标题 那标题处理完之后 影格字体 字体就会在下面 那全部都处理好 点选你就可以了 这边下载 就会下载了刚刚三个东西 有带坐标 没有带坐标的动画 还有一个KMZ档案 好 那这些其实就有 很多的一些后续应用 或者是简报跟呈现上面 那包括我们在应用上 也是都会去定期的 做研究报告 以及事件的一个检讨 好 那扩充教学之前 我们就直接来操作 跟示范一下咯 让我们 哦 这个是扩充的部分 好 嘿 那个是 我们课程的页面 还在处理中 好 那其实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直接开一个新的 嘿 打开 来看一下 嘿 我们先来示范的是什么呢 登录成功 好 这边先让大家去看到说 如果我有登录 有记录的话呢 在这边拉开图层 你就可以看到 我的最爱里面 它是有的 好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边 点选登出的话 他的资料就 不会保留 就没有了 就什么都没有 嘿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有登录 登录的情况 跟登录按钮在这里 那如果说刚进来 你其实什么都不会 或者是学习的部分 你可能觉得 还要花一些时间 再融会贯通 没关系 你只要进来 什么都不用做 你直接点 这边会有七个 然后七个案例 加这两块的小范例 它会帮你直接处理好 那以光滑这一块来说 那帮我们处理好了 一个图层 呈现在上面 第一个也就是 一米解析度的 host的地图 那特别是单独 只有这一块 那你可以看到 S门水库上游 然后它这个的一些 地形地貌的一些小细节 然后这一条融入的问题 那以及说我们利用 不同的演算方式 去算出CS地图 那CS地图呢 它可以将地表的一些 圆湖曲率 去算出来说 哪边可能是流水 涌水走过的道路 那蓝色的部分 就是有机会是 地下水涌出 或者降雨之后呢 它容易集结到的一个地方 那接着就是 每期 每期不同的一个图片 那每一个图片本身 它可以从这一边 使用这个加号 去增加 啊 这位 这位 好 就是去调整它的透明度 所以其实它可以 直接用透明度的方式 去调说 假设我们在 比较早期的一个图片 那我们利用两张图片 跟透明度的处理上 我们就可以去看到说 它的前后期的一个变化 等等 那有一些可能是 会有一些误差 或者说它没有校准到很精确 以及说有一些误差纠正 等等 那都是比较其次的部分 那这个是给我们快速的可以去预览 那包括说像武贺的话 就是之前进水场的部分 那新闻呢 大家也可以去观察到当时 或者是用关键字去搜寻一下 那有的时候呢 也是会发生伺服器的负担 可能刚好有很多人在搜寻 或者是它读取不太出来 那我们来点别的好了 以幼页林这一块 那它就会帮我们打出 读好一些相关的香量图层 像以这一个的话 就是大规模彭纳的检视区 那我们目前有比较优先去关注的一个区域在这里 那叠图这边是有一个震慑 还有一个卫星影像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卫星影像的样子 然后震慑影像的样子 还有一些SPA其他的卫星等等 好 那从这边来说 我们就直接去示范第一个登录的部分 就是从这里 那这一边的话 我们直接点选完之后 它会出现一个登录的小界面 然后请大家去点这个红色或蓝色 看你要使用哪一个去做登录 然后这一边使用Google直接做登录 那如果你有登录进来啊 或者是有记忆的话 那应该就会直接进去了 如果没有呢 你就也可以在那个界面上 直接登录你的账号 好 那登录之后OK了 那像因为我旧的已经有人 所以我先把它取消掉 那这边我们也可以先都把它收纳起来 去稍微避免一下我们的干扰 那在进来之后 这就是一个图台 那我们可以自由使用 然后首先登录完之后 大家来习惯一下说切换一下底图 像卫星的底图 那这个是海底地形 这也是依照海底实际去量测汇图出来的 好那你就可以先试着切换一下 不同的地形图 然后拉近缩效 使用滑鼠的滚轮 左键移动等等 然后右键可以点选 右键的话 你可以点选复制坐标的位置等等 那有进阶使用的 可以进一步去操作 那大家可以看到左下角 当我滑鼠移动的时候 它的坐标跟高层是都会跟着做变化的 如果到这边 那它的高层是不是刚刚从130到变200左右 那就是这边山的海拔 大概是跟这个平地 大概差了20层楼左右 对70二十几层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找一个 比较普通一点的底图 然后呢我们来试着 去先看基础图层的功能 在这边点开之后 它有分不同的类型 有农民航厕所的照片 但看来对 这个应该是收版权 那还是有 这边是 有一批 对 然后你点它一下之后 就是大家可以 看得到的部分 但是呢它的原始图层跟比较精细的图 那各位可能就有业务需要才会去接触 那你打勾之后有时候你会发现 诶我不知道它在哪边 那这个时候你就从上面点它 点它两下 它就会把你带过去了 就可以看到2015年 航测拍的精细的图片 可以看到我们学校的操场 哦有一个排球场之类的东西吗 然后很多小车车 对 然后这个线 这个线我不知道是什么 不过 有可能是其他的小干扰 没关系 好 所以航空照片是有的 就是你们可以看到的部分 那UAB空拍也有蛮多的 以及卫星影像 这些都可以再处理 那核心图层这里主要都是一些向量 跟我们已经处理好的 那比如说 领班地好了 那我们一样点亮一下 那这些都是领班地的位置 那还有我们比如说 子气水区 可以看一下 那这边会是图例 跟你说它什么颜色的东西是什么 那我们可以从图层管理里面 那这些都是可以移动的 说小 我们是可以去操作说 像是 它应该会在这里 我们在领班地 我们让它的透明度 稍微变小一点 不要做干扰 或是我们需要去叠图 这边我们去可以更改它的颜色 我的眼睛好痛 我们还是把它盖回来 那填满的部分 你也可以记得 好像透明度没有办法处理掉 我们透明度处理直接在这边 那我们就没有透明了 就可以看到 我们就没有填满 但是如果有就拉开 整个图层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叠合图层 或者是做一些处理跟套图 好 那图资搜寻的功能 就是我们点选这个按钮 那它会有我们搜寻的时间 或是我们直接用寻证区等等 但是呢 我们最常用的是什么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 用地图下去框 因为所见即所得 看到哪边 点选了之后 就框到哪边 先用滑鼠左键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 它会黏着 就是设定完左上角的点 然后接着我们可以把它往右上 或是右下 好 找好之后 再点一下 它就固定成黄色的框框 那接下来 这个是系统自动带入的 那接着我们只要按下确认查询 它就会帮我们去搜寻 这个范围 这个时间 它结合起来的搜寻结果 那这个结果呢 就会出现在画面上 就是现在跳出来的这个格子 那里面其实有很多 不过这一块可能只有 哦 有空拍材料 通常像以这边是刚好就有三种属性 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假设这一个点下去 历史照片 就是我们从历史屏 将平台加进来的 那通常会再点图层这里 那你如果有加进来之后 记得是从这一边去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小点 点它一些 它就会去出现在这里 假设我们移开 然后点它 点 哎 它怎么没回去 啊糟了 可能太近了 我来再点一下 后部 扑了 可能是点位太多 呵呵呵 就是 对 就是这个 可以看到把它隐藏起来 没有 那你如果把它夹到的最爱 它就会跑在这边 如果没有跑出来就更新一下 那就好了 好 那它在这边呢 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到说 它是一个点 点图层 它只有一个位置 那你点下去这个点之后呢 点它 它就会出现 我们历史影像明台 带进来的一个资料 包括说当时的时间坐标 它照片里的样貌 以及它在坐标里 大致上的位置 以及它视觉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就可以从图台上去了解到 哦 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我先把它关掉 那其实在我们刚刚搜寻的条件里面 还有很多其他的 只是说它现在 哦 被刷掉了 那在卫星影像里面 我们就可以 也可以去新增 加上一张 那这一张 它可能在比较边边 它就比较没有在我们的范围里面 我们就可以再找看看别的 先把其他的关掉 看起来也不在 其实这个打开之后 有一个比较 比较快的做法 就是 它是卫星影像 卫星影像它是点正的 就是它是图片的 那我们就点它 它就会帮我们带到 这个卫星影像的位置 那如果取消掉 它就没了 所以这一张卫星影像 有比较接近我们的位置 对 这种范围里面 那卫星影像 你可以用拉近的时候 去看说它的细节是 大概有到哪边等等 那当然会有一些处理跟增揚的技术会有差距 好 那搜寻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空拍 空拍的话 像这边 我们去拍了 就是之前在新闻 其实可以看到就是 人和村这边之前 发生土石流灾害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是工程跟附建前 当时怪手有上来 再去做挖掘 那我们拿的时候最多移动到哪里 记得我们只走到 好像走到这边还是这边 就极限了 对 再更上去 好像我们就没办法去走了 对 那像这个呢 就是更为精细的 UAV的图层 对 那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东西很多了 但其实 大家至少有一个 不管是点的 或是香亮的 至少有一个 其实就可以 对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 可以去接触这一块 好 那在最后最后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上面都是维持在这里 我们都是在左四窗嘛 那么呢 我们点它一下 我们这边有很多东西 对不对 点它一下 是不是就 就什么都没了 然后就突然变成一张新的图了 对不对 那就像是一个工作区的概念 那我们点完之后 我们在这边 我们就只选一张 不同的底图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用地质图 这个比较有趣 应该说它的属性比较不同 好 那我们点完地质图之后呢 我们从左边这边有一个功能 它可以让我们在四窗之间的组合做切换 我们选择最下面这一个 好 点开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左右双四窗的一个情况 不过 不过这个时候 我们把它点一下 因为它可能读取上会有一些lag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切回原本的 那有时候呢 它读取上会卡住 那这两个它其实都是双四窗 只是说它的差别是 这个是固定的 那这一个呢 是动态的 那我们像我们切回来这一个的之后 它会把我们固定在中间 比如说这一个点 然后是极极 我们在左边 它看起来就是这样子的图 那我们用滑鼠去拖移的时候 它就会直接转换成 右边的地质图 它的效果就是这样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手动控的话 我们常常是点这一个 那像这样子 我们稍微解决它卡住的问题之后 好 我们一样 如果说我们不动这个拉条 让这个拉条出现了之后 它可以 它可以做操作 那我们这边先把图层收起来 我们缩小找一下 假设找到这边 有一个小存落好了 那这边它读取 或者是它比较细节的部分 它的图破掉了 那也没关系 这个是图砖的问题 好 那我们让它先变这个效果 好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拉条 我们就可以移动 那它就可以让我们在 比如说我们选了不同的底图 不同的效果 甚至不同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快速的对照 好 那我们再把它往上降一个金字塔 然后这个是因为乘数的问题 好 所以大家不要紧张 那像这样子 它的效果就可以不一样 那同时你也可以用图层管理 去管理左右四窗不同的图层 好 那以这样子来说的话 就请大家可以截个图 然后就完成了第一个作业 那大家在截图的时候呢 可以使用不同的工具 有一个是这个检取工具 检取工具 应该大家之前的课程 就已经开始有学过了 那检取工具就在附属应用程式的里面 不是Chrome 来找一下 不过大家应该是很熟悉吧 呵呵 应该啦 在这里 那你也可以把它盯选到开始 它就会跑来这边 或者是以Windows系统来说的话 你可以按下 你的 你的 Windows键加 Shift加S 然后它就会变成这样一个界面 可以让你去取得图片 比如说这样子 它就会复制起来 好 那么 你只要按贴上 但是贴上之后 还要另存成图片就是了 好 那以上这个就是 作业一的一个 算一个示范 那就是 我们的目标呢 是有登录 可以切换图层 那 可以有搜寻完之后 去找到各位同学 你有感兴趣的地点 那增加不同的图层 那这些图层有一些细节的操作 可以像刚刚一样 你可以试着去操作看看 那如果 操作上有一些问题 或者是失败了之后 你也可以先把它 使用爱心保留到我的最爱 重新读取 或者是你刚好有卡住的情况 那以及将左右视窗选择不同的底图之后 藉由视窗的一个组合 切换到我们的 黑黑 我们的喇叭 这个画面 好 那这个就是完成 第一个作业的截图 那第二个作业的部分呢 就很简单 其实不管你在哪一个图片或是干嘛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有点看不到的一个小按钮 截图产生KMZ档 你就点它一下 然后点它一下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说明 它的做法是什么 点选关注截图 好 你确定 确定完之后 你会看到你的滑鼠带有一个小蓝点 好 这个时候点一下 跟我们刚刚搜寻的状况是一样的 点一下之后 它会帮你黏住 黏住完之后 你就可以拉你要关注的图 那稍微注意一下 像其实我们如果是双视窗的话 它到中间这里 它就会卡住 所以它暂时没有办法去做说 左右途对照 因为业务上比较少这一种做法出现 好 那我们一样选好范围之后 点一下 它就会固定 然后并且开始在产制 这个时候就是等待它 对 就是等它跑完 请稍候 对 那比例跑掉也会有一个小问题 我记得好像点选它 或者是在询问就好了 我们等它一下 因为它可能跑得有点累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持续的等待 还是我来跳过这一段好了 我怕等太久 马上就好了 好哟 好那 那这样就完成了 不过截图的时候呢 我会希望大家在 或是其实你截这一个图 就是有让它产制成功 其实就可以了 对 但是我会进一步期待说 大家能够安装一下 Google 20 Pro 那目前它也是免费使用的 那以Chrome来说 你下载完成之后点选它 它就会直接带到Google 20 Pro的画面 会直接读进去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它的影像呢 它就将我们的影像说明 我们的版权logo就带进来 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 虽然说它的解析度 会稍微再将一下下 对 但它能够让我们去了解说 大致上的一个地形地貌 如果说你要到很精细的话 会需要说使用原始图档 然后将原始图档整个载入 那个也是可以 可是会很 档案很大很辛苦 对 那我会请大家说 尽量看能不能解这个图 有顺利的把它读入进来之后 因为读入进来之后 在这边 你如果滑鼠的中间点住 它就可以去转山底 那在比较山区的地方 它的效果就会很不错 那当然这个效果是比较弱一点 那这个就是作业二的部分 相对有比较简单一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作业三 我们就把这个关掉 作业三 其实是 其实是回到我们另外一个平台 那我们可以从刚刚的点图层去寻找 这一个点好了 点不到 那我们点这一个 那有时候你会发现 点不到 它可能卡住了 或是我们视窗切一下 然后 哎呀切不回来 它有时候可能会这样卡住 可能 哦不 它真的 卡住了 通常点这个它应该会跳回去 可是它现在跳不回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 没关系 那第三个作业又是我们在搜寻完之后 那大家可以看到刚刚的历史影像 那其实你点它一下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历史影像平台的一个资料 当然你也可以从我们提供的网址直接连线过去 那或者是你就从这边点搜寻完之后 从这里连去寻找说它相关的一些资料等等 对 不过呢 这个方法确实有一点 有一点不太好 因为我会找不到 如何去到它的本体网站 好吧 还是请大家用直接进来的方式 那这边 也有 从这里进来好了 那一般来说的话 我先来登出 就是在这个 其实它也有很多的介绍 跟它其实自己是一个系统 那 大家也 期待说可以上传照片 那包括说是地景 还有 可以从这边看到 就是灾害跟地景的部分 那 这里就希望说 大家能够去了解 我们搜寻到的灾害资料是从哪边来的 那这边可以让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查询 以及说它有一个功能 就是时空地图的功能 那这边的话是只有FB登录 就是请大家可以去试着登录看看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关系 你没有登录的话也没关系 那就跳过那一个点 那在时空地图这边去点选 可以看说大家 比较有兴趣关注的点 或者是随便找 像假设刚刚的 好 人和好了 人和 我们在这里授寻 我们在这里授寻 不是上面的人 是求人得人的人 民间乡 点选 他就会过来 那这边其实有灾害嘛 那灾害在这里 他就会有很多 那就是点选他 他就会跳到 这个点灾害的照片 上面也有其他的点位 就是这个是当时的 应该是刚发生没多久 线砍的部分 那这个时间转 因为他比较急 所以他这边 可能就显示上会比较少 那这里呢 你也可以用滚轮 或者是用按钮才去缩小 看他大概的位置 点位 这是空拍的部分 那以及说他的一个说明 像这个是我们的团队伙伴 跟我们执行团队 上去做 再后的一个紧急记录等等 那像详细资料啊 你可以点选之后 看到他上面的东西 那原则上 请大家截这一张图 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 没有账号的话 也没关系 你就点选时空地图 找到你有兴趣的点位 然后截一张图 就OK了 那这个就是作业三 好那以上三个呢 就是基础作业的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借由这三个小小的作业 去熟悉这两个资料系统 怎么样运作登录 跟一些简单的操作 好它里面有什么内容 那以及在VGIS里面 它的我们看到的东西之后 如何用一个快速简单的方式 可以把它拆出来 然后在Google 20上可以做操作 那有另外一个 顺便一起讲的部分 就是啊 在假设我们这边都看到 都操作完了之后 我们发现 老师那个我们抓下来是KMZ 可是我想要直接看图 或者是丢FB等等 有办法吗 那有的 它可以从这里 在这个地图辅助工具这一边呢 我们使用 因为我们有登录的状况嘛 那其实我们用一个 比较偷吃步的方式就是 待会我们要介绍的GIF 里面有一个小功能 点选它之后呢 我们圈了一个小范围 圈完之后 我们有一个功能是 除了GIF以外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 结成PNG档案 点选 一样点选之后 它系统就会开始 就我们的范围 开始下去做运算 做执行 那我们就在这边 等它一下 跑跑跑 这个时候正在 努力的 致命的 去运算那个东西 但是不知道它算的 哦算好了 赞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打开它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图片 当然这个也可以去设定 就是说 我不希望有这些格杂图片 我只希望有PNG 或者是说 你就 不要理它 你就 你就直接 直接 直接 用系统截图 也是可以啦 对 这样也是可以的 好 那以上是基础的三个作业 哦 时间 莫名其妙的 步 就已经来到了50分钟 那这一个部分哦 就 先介绍到这里 那待会我们 录制 第二个扩充的影片 那 算了 我想想还是一起录完好了 这样比较快 好 那扩充的部分哦 我们就直接先用 简报的部分 跟大家做说明 哇 有点后面啊 糟 请让我快速的过去 好 扩充的部分 这里哦 有一个是 有一个小测试的方式 一般来说 我们可能在新闻 或者是 我很关注的地方 哎 我发现了一个灾害 那我想要去了解说 哎 灾害发生前 它可能是什么样子 或者是灾害发生完之后 哎 它现在有什么东西是 哎 我可以了解 我可以去做个记录 然后再去观察说 后续像全责单位啊 他们是不是有发一些灾害的报告 那可以让我们做参考 对 那可能对一般人来说 可能就是啊 这边会不会沿水 房价贵不贵 有没有危险等等的 那可能在有些人就是 哦 通勤的时候 或者是我常经过的部分 哎 或是我朋友住在附近啊 我想了解他现在的情况等等 所以说 可以有新闻 或者是事件下去测试 那借由刚刚我们示范的搜寻 涂资搜寻工具 我们可以去找到过去的影像 跟现在的样貌 那一些设定的资料呢 我们就可以依据我们需要了解的年度 以及事件的影响来搜寻 找到之后 那包括说有些地方 可能在山坡地或者是 它是重点区位的时候 它可以有一些UAV的震慑影像 那当然如果各位有兴趣 或是有朋友有在拍摄 他愿意提供UAV影像 在 因为毕竟我们业务不是全台湾 我们只是山坡地的一小块一小单位而已 那有些地方可能会有地方的社群 或者是地方居民 他们其实也有在关注 也有去收集这些资料 那这个之后也是可以 跟我们去聊聊说 有没有机会合作 把资料放到这个图台上 好那回到我们的这个小试验 就是接着 当我们找到一个我们想要测试的目标 这边有两个可以大家做测试 那搜寻 找到资料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用GIF档 把它做成一个动图 那这两个是参考的坐标点位 这是提供大家做简单的练习 对这个就不算在作业里面 那扩充作业的部分则是刚刚提到 就是我们刚刚拍照的部分 好那拍照的部分有一些资料 跟过去的一些介绍 还有比较进阶的API 这个你们应该暂时碰不到 对那一些资料 这边是可以参考一下说 我们另外一个平台它处理的东西是什么 那这些东西除了在我们BGIS上面的结合以外呢 它还可以用什么用处 或者说你可以在上面去了解说 这个地方它之前是不是有发生过灾害 那或者说 它现在的样子跟以前的样子 是不是有所不同 这个是可以让大家做第二个参考 好那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现在有两个 待会会示范两个扩充的作业 一个是GRF的制作方式 另外一个则是WINDY的这个图资的一个转换 让大家可以把资料范围转出来 放到国外的服务上面 好 那其他的参考影片也 一并放到Hackman的跟我们的简报上面 好的 那这个是我的信箱 或是大家如果真的找不到我 然后有想要了解的东西 或是想要合作的资料合作的应用啊 不管是提供给我们 或是我们可提供给各位 或是社群的话 也都可以再联系 如果说真的找不到的话 好 那我们现在就剩最后的两个小作业 就是WINDY TI的操作跟GIF的操作 好 我们这个时候从头来做一次 等等 这边我们搜寻了 这里 那么 我们就来点选GIF制作工具 点开我们的辅助工具之后 从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三个这边找到这个东西 我们沿用刚刚搜寻到的图字好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个测试 测试 0731 测试 引格字体 让它变成14好了 我们这里一样选择一个区域 就是我们要做图的区域 我们让它变到这边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去 做一些处理 比如 我们用基本的 host地图 让它去读取 读取有时候要等它一下下 那我们又可以用滚轮往上往下 好 那处理完之后 感觉我印象中 这个应该是 有处理完了吗 看起来是处理完了 好 那就先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其实 这些都不用先调 那我们调完标题 大小 我们就可以 这个框也拉好了 我们就点选 关注区域 加到GIF Lib 这边也是要等一下 他没有办法跑得很快 大家要担待一下 不要对他太苛求 等一下 等他一下 我们要有耐心 耐心是一种美德 希望大家都要有 对 不过 在想说我这一段要不要省略 我再等个四秒钟 三秒钟 两秒钟 出来了 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到 它会出现一个编辑列表 那就是我们上面看到的东西 它就会直接解进来 那接着呢 我们来叠CS地图 它会有不一样的样子 我们一样放大缩小一下 它 温馨图截掉 耍智力截掉 哦 它就会出现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解析度是相对比较低的 对 那一方面是授权 一方面是机敏的问题 不过 看看它能不能再读得更细致一点 看来是不行的 好 那这样子之后呢 我们就也是一样 把它点选 关注区域 加 点一下 然后它就又会很辛苦的 开始在制作图片 对 要再经历一次 耐心的美德 对 所以 这个 需要很多的耐心 哦 我们继续再等一下 看到那个视窗 就觉得 应该快出来了 虽然说它跑得比较慢 但是好处是 后面其实有很多复杂的运算 那我们请工程师做了相对比较简单的按钮跟步骤 让大家可以直接操作 好 那加上列表之后啊 我们游标如果移到这个缩图上面的时候呢 它其实会放大 把它拉大看看 那可以稍微去看一下它的 它的改月的图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往下移 往上移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图片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 这一个 好 那这一个我们也来把它加进来 加 那其实你要发现哦 就是你加的时候 其实它每一个的标题 就是那一张的标题 那因为我一直都没改 对 正常来说 它 你如果是呈现你搜寻的卫星影像图 它会自动帮你写 那不然你就要自己写 然后来看看哦 我记得这个是可以修改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我们一般 不要让它去变形 编辑列表 记得 记得这个是不是可以改 嗯 看起来 好像不太能改 不过没关系 这个呢 我们请工程师进行修正 好 那如果原则上像我们如果 有卫星图层 但是这个卫星好像不是这里的 如果有卫星图的话 那它这里会自动帮你去变成它相关的一个名字 这里没有其他的 好 那名称的部分 后续我这边再来看看调整 然后我们先这三张来做测试好了 我们的影格速度把它调整到中 坐标 我们使用97好了 所以97是比较常用的 轻纬度也是有 那不同的系统 好 我们全部加完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按下这个产字 嘿 它就会开始生产 那个档案 就在下面这边 记得啦 就等它 理论上这样应该就是好了 把它打开一下 哦 那应该就是好了 点它 它的 在上面的效果 就可以看到 它是这样 嘿嘿 嘿 第三张好像有点跳掉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来 点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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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实际来看一下 点选 点完之后一样 因为 Google Earth Pro 比较常 可以去做使用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KMZ档看起来 应该是最后一张 它好像 不能在上面放取来 好 没关系 我们 这个是KMZ档 那这个打开 都是GIF 好 那 这个其实可以看到 它的 框框有点跑掉了 那这就属于 系统 它有时候会有一些 error的问题 那 效果原则上 就会是这样子 有可能 刚刚我们在 放大缩小的时候 有影响到它的 计算方式 好 那 我们看一下 没有隔线的样子 会是什么 如果没有隔线 就是除了版权页以外 那就是我们截图的那个方法 好的 那这个就是 扩充的延伸作业 GIF的制作方式 不过它 好像 时候会 处理的速度 比较慢一点 好 好 那这一块就是GIF 那我们就直接来进入最后一块的重头戏 好 来 我们来 来选择 来中 大家 我们来做我们的 就是整合的东西 混合地图 好 来 桃园 桃园国际机场 好 我可能想要关注说 下一次台风来 机场那附近有没有危险 我们可以在上面 比如说我们套玩 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图 我来找一下其他的图 看看它会有没有什么比较有影响的 生态检合 有没有 有耶 这个是什么 我们点它一下 生态检合区 一级检合区 可能有一些海边的一些生态关注 嗯 很好 气象 羽样站分布图 好像没什么 这个有点远 水隶属 水系图 哦好像有些水 哦这是不是峻路啊 嗯 然后呢 曲牌 看起来没有 我们来看 25年等 25年 则是会不会淹水啊 就稍微抓一下 养殖 野生图 我记得 这边好像没有 虽然有鱼港 好看起来没有 特生 水鸟 看这边有没有 没有 诶有啦 这个是土利 哦土利又把它关掉了 算了 好 然后野鸟的土利 我把它 弄 弄 弄 土利 热区 非热区 哦大家有没有觉得画面越来越花了 所以这个先关掉好了 哈哈 25年 影像图层 找一下水鸟热点 它在这里 那我把它透明度再降一下 好 那大概我们看完 其实这些都不会用到 会用到的是什么 就是哦 诶我们好 确定找完了 那我们来画一个范围 从这里打开我们绘图工具 那我们来画一个范围的图 点选它 然后透明度 左边形的颜色 白色 那我们就点选 然后我要看这个位置 这个的操作有时候会卡卡的 如果 各位 觉得 有些不习惯 可以先去 学一下 GIS的系统 它的操作方式 最后点两下 它就会形成这个东西 好 多边形 记得 它要 可以 选 记得 应该要可以选 因为它有时候 就太 就是会太 效果 没那么好 或者是 它之后应该还有一个 编辑的 编辑图示的这一块相似 那 点选编辑之后 它从这一边修改比较快 偷边形的颜色 透明度 透明度 我再降一点 好了 边框颜色 给它改红的 边框改式 后边形就让它尽量透明 OK 好 改完就这样子 那接着 绘图跟编辑这两块弄完之后 这个步骤比较多 大家 影片是可以慢慢看 好 那接下来就是 画完 编辑完 绘图 绘图 那这个就 我们可以在其他的软体 做后续应用 然后呢 在导入 我们的目标呢 是把这一个范围 进到这一个系统里面 那这个系统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则是 大家要去注册 就是要登录啦 那它其实不用太多东西 就是登录完成就好了 那这边先以登录完成的结果 跟大家讲 好那 如果你这个登录有问题 就在截图可以找我们聊天 或是 就在那个 就在Gatertown里面聊 那真的不行的话 是之后可以装一个软体 叫AnyDisk 然后我可以远端遥控你们的电脑 那 遥控电脑可以直接操作 跟示范给你们看 那我们就可以用 用Gatertown的方式 或是用语音 然后我示范给你看 对这个是其中一个教学的做法 好 那在登录注册完之后 我们进来这个网站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台湾 其实在这个选单打开之后呢 那这里有一个选项 就是上传 那上传 这里 你可以看到这是我刚刚测试的 好我们现在如果说 直接选择这个 mymap2 我们直接上传 虽然说好像 诶 在他支援的档案里面 那我们直接来把它上传看看 你就会发现 不可以用 到了 为什么这样 诶 又好像可以了 我们来试看看吧 第一支 try 01 输入 看看会不会成功 没有 刚刚是好像是失败 如果现在成功就 那就一个步骤就好了 但是我记得好像是会失败的 好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上传 那上传完成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他就是失败的 他定位到了奇怪的地方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的坐标系统 跟他的系统转换写入的格式不同 那我们可以怎么 我们通常就会思考 诶 那这样子怎么办 那我们就想说 Google是国际公司 那用Google的方式 他能不能把它转换过去呢 因为Google读得到Bitches 好 那我们就回头来看Google Earth 好 他现在显示是OK的 表示Google Earth Pro 他能够读取我们的格式 可是Windy不行 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在这一边读进来之后 你可以点右键 然后呢 他有一个功能 就是另存新档 他可以去试着转换看看 转换之后 我们再把它储存同样的KML 存档 存档完之后 回到Windy ChooseFile Choose转档 开启 Try 02 输入 然后呢 让他解析看看 看看是不是经过转换 或者说用不同的系统软体输出 能不能帮我们直接把这个座标系统转成 他可以接受的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我刚刚试过了 所以 所以应该是会成功啦 如果这边失败就好笑了 好 那上传完之后 你就可以点选他 他就会出现在 你的台湾的上面 点一下 点一下 他有点跑不出来 点 然后他就跑出来了 好 那你就可以直接关注 OhWindy 我要关注的 机场 你就可以各种的去处理 你就可以 拉近他有 Google的 他的自己的卫星图 其实也蛮猛的 那你也可以去更改他的底图 记得他有很多图片 这个是模拟的地形图 那包括有阵风雷包 好气象雷达 好气象雷达 气象雷达现在还好 没有太大的动态 现在的雨是西南 西南往上来 那你就可以看到 好我关注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 把设备所有的动态列表 直接一次放到 整个Dashboard上面 那图层 我记得是他的底图 是可以换 我来 先跟大家找一下 奇怪 因为他的 底图 记得 这个是等压线 嗯 似乎 找不太到 航空机场 那我们就先不找吧 我记得好像他可以换一下 他好像刚刚只有四种地图可以换 机场 机场就是这里 RTCF 嗯 先关掉 好 总之呢 他的这个做法就是 从这里 从这里我们再重新打开 好 如果 点选他 他应该就会跑出来 他可能 他也挂了 我们就重新读取一下 一样再打开 上船的范围 上船的范围 打开 那就会跑回来啦 哦 回心 嗯 嗯 怎样知道 嘿 那他上面的相关的东西 好 这个就是 擴充的应用 好 那以上是两个 擴充的作业 那今天就先 这一堂课就介绍到这边 哦 好像有点超时了 大家知道吗 我跟哲伟讲说 啊我这一堂课啊 哦 就有三个小作业哦 然后 然后大概二十分钟吧 然后看一下 现在好像七十七分钟 哲伟可能会很生气 啊你讲那么多 到底在干嘛 好那以上是 这一次的 介绍 嗯 感谢大家 有问题再跟我说哟 大家拜拜